看看新闻榜 真的算小情侣的话 在感情的付出上 还是有一些落差 并且存在着 一些小小的问题 我们来一起研究一下 我会每天祝福你 祝福你的心 祝福你的健康 祝福你的感情 祝福你的道路 我会每天祝福你 三位十五号晚上 郭彩杰突然发表了 这段让人疑惑的文字 虽然字字句句 是满满的祝福 但怎么有种 即将离别的感觉 让人不免怀疑 难道郭彩杰跟男友杨又宁 分手了 就在大家揣测的时候 杨又宁终于做出了回应 时间了当地在微博上 否认了情变一说 将近半年分割四处工作 双方都很辛苦 但我们仍在努力没有放弃 虽然杨又宁 自称和郭彩杰并没有分手 但从字体行间来看 这对相隔太远的小情侣 爱得确实磕磕绊绊 并不怎么顺利 2011年郭彩杰 杨又宁因为偶像 去向前走相爱走而结缘 我已经不想回去了 那就不要回去 跟我在一起 尽管三年多来爱得很低调 但近日来郭彩杰和杨又宁 却连连被传出感情声变 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 杨又宁被家人催着结婚 而郭彩杰却还想享受 这样自由的单身生活 无论怎样 希望这对小情侣 还是能够一起走下去 约的星天地总和道 要做不要的东西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